看到岳云鹏大咧咧地坐到冯岛面前嗑瓜子的状态 彻底暴露了岳云鹏在娱乐圈的地位 岳云鹏如今不仅仅是德云摄一哥了 岳云鹏一进屋 其他人立马起身为其让座 坐在冯岛身旁 一边看剧本一边哈哈大笑 完全没有紧张的样子 要知道其他演员在冯岛身边都是毕恭毕敬的 而小岳岳还跟冯岛开启了茶话会 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看着拍摄画面 冯岛也不介意 只是在开拍时手势示意 小岳岳则是瞄懂得放下瓜子默契十足 小岳岳在冯岛的剧组也是彻底放开了 经常地陪着冯岛喝点吃点宵夜 就是感觉挺开心的 挺舒服的 真是导演一点样子都不给 而且每天收了工晚上 我心想来剪脱吧今天晚上 都吃了 刚往那一挫 导演就信息就来了 来啊喝点啊 我说来了 三分钟之内准到 据悉 此次岳云鹏的客串 也是冯岛特意给郭老师打电话 岳云鹏二话都没有说就答应了 还表示您都不用问 直接说什么时候开拍镜组就可以了 甚至连片酬都不要 总统就给我师父打电话 说让小岳来一趟 我有点事找他 然后我就来了 他跟我师父关系非常好 他就问我你看过我什么作品 我说你这还用问吗 对不对 都看过呀 他说那个有没有兴趣来演 我说你不用让我来一趟 对吧 你就给我打一电话 说你每天开心了 你把时间给我留下来 那你多少钱啊 当时我差点骂机 我心想你还跟我提钱干嘛 这么大导演 他跟我师父关系又好 人用的肯定提现在 要知道 以岳云鹏如今的名气 片酬高达几十万 却已提鞋婉剧 不得不为小岳岳的高情商所折服 除此之外 张艺谋导演也对岳云鹏另眼相待 之前在狙击手手应礼上 当面为自己邀戏 去年就参加了满江红的拍摄 而且在之前岳云鹏参加的手应里 希望跟张艺谋导演二搭 张艺谋也现场表示没问题 大佬们之所以喜欢小岳岳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真诚感于自荐 更是因为她的演技可圈可点 相信郭老师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没有混明白的影视圈 小岳岳在里面却混得风生水起 除了大佬的青睐 岳云鹏还受到了央视的宠爱 多次荣登春晚的岳云鹏 还收到了春晚总导演的夸赞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春晚卷的艺术 就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她 我们为什么不在大年三十 把她请上来 能和我们的观众来见 没有理性啊 近几年 岳云鹏在春晚中 都在充当暖场的重任 可见春晚导演 对于岳云鹏的能力 还是非常的认可 不仅如此 岳云鹏在央视的节目中 也多次露面 早在2019年 就参加了国家宝藏的录制 除此之外 在今年还参加了 你好生活的录制 要知道 之前就邀请过岳云鹏 但是因为当期的原因 并没有参加 别的演员削尖了脑袋 都想参加的节目 岳云鹏接到邀约 却不能参加 不得不说岳云鹏 在央视的地位 如今岳云鹏 更是参加了 2023年相声大会 但并不是以参赛者的身份 而是以评委的身份参加 要知道小品相声大会的含金量 再加上举办方 还是眼里柔不得 沙子的央视 之前的相声大会的评委 都是逢拱级别的人物 岳云鹏能坐在评委的位置上 足以看出 央视对于岳云鹏的重视与喜爱 能得到影视大佬和姚妈的认可 无论是人气还是人品 岳云鹏都无可挑剔 如今的岳云鹏也认证了郭德刚说过的那句话 如今说相声的谁还能红过岳云鹏 你们觉得呢